随手一键下定美食直送到家非常方便 疫情期间更是改变了许多民众的习惯 不过外送美食的卫生安全吗 台北市卫生局为了让民众享有卫生安全的外送美食 针对市面6家外送平台业者 20家外送合作之餐饮业者 及5位外送服务员进行食品卫生相关机查 那目前分成三个部分 那如果说是关于食品卫生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可以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八条的规定 那食品业者要遵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 那如果有违反规定的话呢 经过限期改善没有改善的 可以依同法第44条的第一项第一款规定 处现台币6到2亿元的罚还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们有针对了像是食品的一些基因改造食品 或是牛猪肉或是其他可食用部分的一些原料 或是重组食品火锅汤底标示 或是菜单的部分 它平民标示是不是跟本质相符等等 去做了食品标示的查核 那关于食品标示查核的部分 如果违反了相关规定的话 可以以食安法第47条第一项第10款 然后处现台币3万元以上到300万元以下的罚还 那第三个部分我们这次有针对传染病房治法第37条 第一项第六款的规定 同时进行了防疫的基查 那针对呢 餐厅里面的从业人员有没有戴口罩 然后餐厅有没有遵守食联制规定 以及社交距离和外带外送等等防疫项目去进行查核 那如果违反了上面的规定的话 可以依传染病房治法第70条第一项的规定 处现台币3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的罚还 那在防疫措施跟服务员的卫生管理的部分 目前都是合格的 那在于食品卫生的部分呢 有一家的外送平台业者 还有12间的餐饮业者 他的食品卫生的部分有部分的缺失 但是经过限期改善之后 业者的复查结果都已经合格符合规定了 卫生局也提醒消费者要慎选有信用的实体店面 也呼吁平台业者遵守规范 做好黄金一小时内送达食品 冷热区隔 注意保温温度和定期清洁运送箱等 一起维护国人的食品安全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